思觉失调症以前被贬称为精神分裂症 它是一种严性慢性会造成思考能力和知觉功能失调 三种北投分院长期致力于社区精神医疗的重任 也希望大家不要惧怕精神疾病 因为每一次的中断治疗造成疾病的复发 会让病人的症状更加恶化 它的功能会更加的退步 三种北投分院整合医学中心医疗量能 扩及社区健康的大台北居民心理健康照护 透过包括闭屋工厂培养病友就业技能以及自立能力 为治疗期间的精神病的一个时间的话 拉得越长其实到我们医师的手上 其实它的难度就更高 那治愈率也低 及早诊断以及治疗是反转思觉失调症的关键 一旦确诊能够采用多种口服药物或者是真剂药物 而长效真剂治疗是目前最能够稳定疾病的方式 希望借此帮助病人能够早日的回归社会 藉藏话长报道 接助了 接触涯 接触 nyt